各位观众现在是11月29日的上午9点 这里是成都全接触记者从马来西亚为您发挥的成都车手挑战热带雨林的特别报道 昨天晚上呢是凌晨2点我们到达了这个吉隆坡市 而今天一大早呢现在9点钟呢这里所有的这个车手以及媒体呢 我们都将驱车坐车7个小时到达丁家卢 比赛将在丁家卢州的一个森林里面举行 据了解参加比赛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名车手 其中包括咱们的成都车手朱涛 参加比赛的这些车手呢 现在呢他们就将坐上这个双层大巴前往丁家卢 然而我们了解到呢参加比赛的这些越野车呢 我们可以看到是记者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们的形状呢是非常的怪异 而这些车呢我们了解呢全部是经过重度改装 是不能在这个公路上行驶的 所以呢这些车只能通过平板车运往丁家卢 而关于这些车的详尽报道呢 我们稍后将从丁家卢发挥更详细的报道 在这里呢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记者朋友 像我身边的这几个他们都是 Where are you from? Hello I'm from London London Trail 还有这边这边这边 Where are you from? Germany Oh my god 现在是下午的三点 经过几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已经到达了丁加卢 刚才您看到的 就是当地人举行的欢迎仪式 而这个仪式 正是为了欢迎这些车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